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2年7月11日的东方快讯Live 前财长敦达因提醒,在反对党阵营部团结,再加上巫统分裂下,伊斯兰党或将在来届大选坐享愚人之力 以敦达因的分析,反对党无法获得大多数的议席 这是因为现有42个国席的行动党将会失去一些议席 而现有38席的公正党则会流失更多的议席 现有31席的土团党则大势已去 尽管敦达因被视为是前首相敦监祖国斗士党主席马哈迪的老战友 但他在接受透视大马专访时也直言,他认为斗士党已完蛋 如果大家不谨慎的话,现有18个国席的伊党将获得更多席位 他指出,伊党在来界大选崛起,与西蒙没改变,国政巫统分裂相吻合 各党内部不团结,只会把马来选民推向伊党 营运超过10年的马业航空今日正式移名为巴迪航空 交通部长魏嘉祥出席巴迪航空品牌重塑 与波音7378型飞机的推荐李时表示 移名后的巴迪航空将持续为我国经济做出贡献 并预计在今年年底将接待200万名乘客 吉隆坡国际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更成为了印尼游客到亚太地区观光的重要中转站 这项透过巴迪航空与狮子航空集团的合作 将在未来为吉隆坡国际机场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他说,巴迪航空将是我国第一家使用波音币7378飞机的航空公司 同时,他督促航空公司和经营者 包括巴迪航空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善他们的服务 协助我国的经济复苏 并确保票价保持在可负担及可购买的范围内 大马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王毅在官方大马期间将会到国家王公拜会国家元首及首相 声明称,大马外交部长赛夫丁将与王毅举行双边会谈 讨论的课题涵盖贸易与投资在内的双边合作议题 声明还提到,两国外长还将讨论共同关心的区域及国际问题 并交换意见 外交部称,马中自201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边关系就不断深化与协调 而双边将在明年庆祝建立伙伴关系10周年 女子不满他人转换车道,引发挡车拆车牌闹剧 事后女子挡车和砸车镜的行为被拳王谴责 如今她现身反驳,只是对方先爆粗挑衅她儿子下车单挑 她护子心切上前理论,起料遭对方开车撞伤,才被激怒 涉事女子昨晚主动联系《新明日报》做出反驳 指视频并非事实的全部 当时儿子开车在她到大马探亲 途中遇上预插队的休旅车 她称,没想对方仍应来,继续往前开 双方僵持不下而发生擦撞 我查看划痕后觉得不严重,本来想算了 但对方停车来骂我儿子还爆粗 甚至挑衅儿子下车一对一 她说,因护子心切,她立刻下车找对方理论 但对方却回到驾驶座拒绝沟通 甚至不顾她站在车前而往前开 期间她的大腿相信被车牌刮伤 据三名知情人士说,缅甸军政府正在全国更多城市安装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中国制摄像头 路透社称,这些参与项目的人说 在采购和安装安全摄像机和面部识别技术的招标计划中 被描述为安全城市项目,目的是为了维护安全,并在某些情况下维护公民和平 自2021年2月缅甸政变以来 地方当局已经为至少5个城市启动了新的摄像监控项目 其中包括该国第四大城毛代缅 据当地媒体报道,除了这些新项目外 由昂山舒基领导的前政府还在5个城市安装或计划安装被称为犯罪预防措施的摄像系统 斯里兰卡动荡局势持续 路透社报道,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办公室周一上午表示 总统拉甲帕克萨已通知总理,他将遵守承诺辞职 此前在愤怒的示威者上周六闯入拉甲帕克萨的官邸后 国会议长阿贝瓦德纳表示 接获拉甲帕克萨通知,将于本周三辞去总统职务 已宣布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面临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外汇储备几乎耗尽,无法进口民生必需品 成千上万民众上周六上街示威 抗议政府应对不力,要求拉甲帕克萨下台负责 示威者闯入总统官邸占领,至周一 抗议者称对领导人的辞职意图持怀疑态度 因此仍继续占领总统府和总理府 直到两位领导人正式辞职 现年69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2月底下令入侵乌克兰 战事仍持续中 如今传出普京又要当父亲了 据外媒报道 有俄罗斯第一情妇之称的前体操选手卡巴耶娃 据信与普京育有两男两女 纽约邮报报道 客工内部人士的社交平台发文 称卡巴耶娃已经怀孕 而证明未出示小孩的性别已经公开 是个女娃 但这篇匿名发文也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听闻情妇再度怀孕的消息 却是一点也不开心 还说自己女儿够多了 如果证实 这将是普京的第八个小孩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